OK 那個如果你覺得上課的時候 可能精神器想睡覺的時候 就可以稍微起來動一動 這樣就睡覺了 起來動一動 然後如果你上課了東西的話 最好是拿起筆記 就做個筆記 這是最好的方法 好 同學 最近有任何問題 到底什麼是電壓 誰在問 就是有人問 誰到底什麼東西是電壓 你覺得什麼東西是電壓 這我問了嗎 不是你問 我只問你 你覺得什麼是電壓 感覺上什麼是電壓 就是一種壓力 然後呢 好像可以促使電流動 可以促使電流動 好 所以誠意的解釋是一種壓力 可以促使 電的流動 對啊 超厲害的 電壓 這樣子解釋 沒有什麼太大的錯誤 但是 剛剛那個 餅員講說電壓 電壓你要怎麼說 再講一遍 這是什麼 好 這樣子 好 這樣子好了 電壓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錯誤 但是它沒有完成 所以現在 現在很多理解 電壓怎麼換到電壓的感覺 陳昱應該說一下 電壓是一種壓力 它可以促使電流動 可以舉個例子嗎 限時生活中 舉個例子 電壓 對 它可以促使電流動的例子 簡單 那個電 發電機 發電機 它產生電以後 它要把電 用那個 用那個電纜 輸送到我們家 是 它在發電機的那邊 輸送的源頭 它就要給它很大的電壓 給它很大的電壓 給它很大的電壓嗎 要讓電才能這樣 對 對 它一定是承認很大的電壓 至少會有電壓 它不能夠電壓 好 陳昱舉個例子說 電塔 我們這邊有發電機 我們有發電機 我知道 所以這個 等一下停 發電機 透過電塔 它產生很大的電壓 不一定是很大的 電壓 產生電壓 不一定是很大的 產生電壓 然後它可以透過電塔 就可以讓電流動 好 我們說 誒 我的 不可以進來 完全沒聽到 你這樣子 攝影機碰到它 它以為叫什麼叫我滾 來 這裡你說 有一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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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東西 然後 跑到一個 走到一個 走到一個 一個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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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它要跑到一個 就是 就是可以容納電的 它跑到燈泡 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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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東西 好 對 陳怡講的東西 可能是比較後面 但是就我們前幾天講的東西 來理解它 沒關係 我沒有說你錯 我沒有說你錯 可是因為你跳過去了 中間有個gap 可能不見的同學在來抽成它 好 好 我們先從之前所理解的 我們 有辦法讓各個東西帶電嗎 帶正電或帶負電 對啊 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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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回去把前面負起一下 摩擦 摩擦起電就可以了 OK 讓它帶正電 帶負電對不對 當帶電之後 電就會想要移動 他們兩個就有吸引力 就有吸引力 正電想把負電吸過來 負電想把正電吸過來 是給我吸引力 就跟我站在地球上 地球這麼大的之下 想把我騎在地球上一樣 我把這個分泌到這麼高 我放開的時候 分泌會掉下去 為什麼 重力 重力簡單來講是 低吸引力 對這個分泌的吸引力 對不對 所以當一個東西被吸引的時候 它就有移動的趨勢 是不是 有移動的趨勢 那如果說我這邊是正電 這邊是正電 這兩個 這兩個來看的話會怎麼樣 它會有排斥 相似 是不是這也是有移動的趨勢 所以它就會想要移動 就回來這邊的 處死邊的流動 它會想要練流動 當這個情形一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個地方有個場 不管是什麼場 有個場的力量 這是原力 就是 這邊有個場 有力量會發生 地性地性 如果比喻成電的話 是正極還是負極 那我們人的話又 地性地性沒有所謂的正極負極 地性地性 但是地性地的中立場沒有問題 所以中立場 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所以 去年的諾貝爾 關進去 先生出去 他很壞 他設計以為他感情是鬼 看不到貓 好 大家我問另外一個天體的問題 就是 假如有個物體 他 他 他的電中 可是 他等於不帶電 對 就是正極負極一樣多 那我拿一個帶正電的物體 靠過去 是 他們兩個會想吸對不對 對 為什麼 因為負極會吸過來 然後咧 然後他去攜帶一樣 然後正那個牌子 你講出東西是這樣 我這東西帶正電對不對 那我這東西反正不帶電 可是這不帶電 裡面是不是應該正負 數量是相等 對 那我靠過去的時候 很自然而然的 我的正電會被擠過來 對不對 負電會抬到這邊來 對不對 所以他離負電比較近 所以他就把它吸過去 所以吸起來是這樣的原因 這經驗的吸引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移動其實剛剛明明說那個資料跟 因為資料就是只要有資料他就會向吸引 他沒有相似的情形 他沒有相似的情形 所以我就不會去定義說 資料有正的資料跟負資料 所以在科學家他們有說有反物質的現象 他們說或許在宇宙中的反物質有反物質 那反物質是不是是反質量 我們不知道 因為你也沒有找到過你也沒看到過 對不對 他沒有找到過所以說 這質量跟質量會相吸 當然質量跟負質量會相似 可是我們不知道 所以因為相似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一區只剩下 我們現在只能知道 所理解的質量 另外一邊 宇宙的另外一邊才有反物質在這邊 因為他們彼此也會相吸 對不對 如果這說法是合理的話 小叮噹裡面有 小叮噹裡面 他有一個跟你一樣的人 在另外一個負質量 負質量的世界 對啊 他就說這是一個相伴的世界 這邊是正的 這位全部都是負的 他是說法是合理的 就像你講 是不是有相伴的職業 有可能存在 所以我們永遠都放得到 對 永遠 對 永遠 OK 所以大家有一個 你說 那個 他說 這邊是負的 這邊是正的 都是會相似 可是負的跟負的 不會相似 對啊 然後這邊都是負的 都會相似 哪邊 可是這邊都是負的 那邊是怪的 都會相似 這是內部的 畫圖的 我全部都在看 對啊 外圖在看 喔 有些好髒 好像是紅 喔 你懂了 所以說 以為是一果的 正假 坐坐坐 坐 正假 正正 這樣就好 然後 為什麼這邊內部不會相似 對 他內部也會相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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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相似啊 那他相似 他為什麼還可以 就是鬥在旁邊 因為這是一個平衡的狀態 平衡的狀態 所以我現在是碰到褲被吸過來 他這邊還是有負的啊 是他整個裡面都有負的啊 是這邊多一點 因為這邊有正的力量過來了 所以他有一些負的被吸過來 就平衡他們的力量 他背骨子這邊就沒有負的啊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負的吸過去啊 就先講他相似 沒有錯 當你把這個正的底下的時候 他負的頭排列 對 均勻排列 欸 出去 謝謝老師 老師 你這樣那個攝影機拍起來 就這樣 你突然講話 講一講 你出去然後就覺得 你嚇到我了 你為什麼趕到出去 是是是是 下次會注意 好就是 就是 他是均勻排列 他彼此會排斥 然後均勻分裂 因為我們上次講說 欸我現在有個不規的形狀 我裡面的正電樂 均勻分不來講話 那我的覆電車怎麼動部 也是一樣 他可能會盡量 他會找到他 主力最小 就是那個壓力最小 電壓最小的情況之下 他會找到他 不再流動的情況之下 去平衡他 去平衡他 這時候他最壓力最小 電壓最小 他就不會再移動 不容易再有移動的形狀 所以他就穩定 我們都希望他穩定 譬如 這是一個山口 我知道如果我這邊放個球的話 他要到哪裡去 他那滾到這邊 不會再滾回一次 他最有穩定 因為他會滾到另外一邊 會滾到另外一邊 如果沒有摩擦 但是事實上是 不可能沒有摩擦 但是正常來講 他會喜歡在這邊 電也是一樣 他會彼此太近了 他就有排斥力 可是排斥力 他又受到吸引你 所以他會分配到 他應該分配的地方去 這真的在移動的電池 他就不均衡了 不均衡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壓力 所以你要取出一個電池 或放進這個電池 都會有壓力 就在自己這邊 好 那我們知道了 有移動的趨勢 就表示它是在一個場的 一個作用場 一個立場當中 這時候我們就說 這裡面是有壓力 譬如說 我把這個物體拿上來 它就有一個重力位能 有位能 所以你可以解釋 你可以把電池 理解成它是個變能 你要去改變它 它有電位能 因為它就是要去施力 你要把電池從這邊 移到這邊 它是放出能量 因為它被吸過來 可是你把電池從正的這邊 把物體從正的這邊拿出去 你要做勾 你需要做勾 我需要做勾 因為它反而吸在一起 我把它移過來 其實需要做勾 那我們講勾跟能的關係 我做了勾 它跑去哪裡 變成它的能量 變成它的電位 這講勾跟來講 是用的 偏偏要的意思 所以 再來 那我們再來定義 我們來思考一下 當我這邊 有真電荷 我這邊 有副電荷 說真的是不是一個電力場 對 所以當我這邊 有個正電荷的電量在這邊的時候 它會往這邊 我會往這邊被吸過去 對不對 被推過去 或被吸過去 或被 反正就是會移動 往那邊移動 所以呢 我就說 當 我一個 一個庫輪的電 被從 移動的距離 被移動的一個 電場 在一個電場中移動 那個電場中移動 當我這移動 可以得到一覺的能量的時候 我就說 這邊是一伏特的電 一伏特的電壓 我知道意思嗎 伏特是電壓的單位 一庫輪的電量 這邊有個東西 它帶有一個庫輪的電量 當我被移動了 一段距離 不管多長 也許很長 也許很短 可是它只要這中間得到 一覺的能量 表示什麼 表示這兩點間的電壓 是一伏特 加起來 什麼叫加起來 這兩邊 電壓差是一伏特 電壓 所以說這不是0伏特 這不是一伏特 所以當一庫輪的電 從這邊 跑到這邊 這個電的勞特的能量 能量 一焦耳 能量之焦耳 這樣知道意思嗎 他過去 然後得到一焦耳的能量 這個電就會有 這個電就有一焦耳的能量 就這樣你看 我為什麼一庫輪的電 移動 然後就會產生電 電 這個電壓是被定義出來的 因為我們想知道電壓大長 你總是要去定義電壓的單位 我想比較 比較這兩個電壓大長 跟這兩個電壓大長 大概差別在哪裡 我怎麼比較它 電壓大長 我只要放個電 電量的東西上去 然後看它移動過去 得到多少能量 我如果在這兩邊 之間 同樣大長 同樣多的電量 同樣多的電量 這邊的移過去 我只有得到兩焦的能量 這邊移過去 可以得到四焦的能量 我說哪邊的電壓大 上面電壓大 上面電壓大 你可以理解嗎 所以在電壓差越大的地方 移動一個電量 這個電量 所以我們得到的能量越高 你怎麼知道它得到多少焦 這個 這個其實可以這樣計算 我在這個 假設這是個鐵 我在這個鐵上 換了多少電 電壓這個被製造 那這鐵是不是有質量 我給它放到兩個電腦 然後說 我可以移動過去 我是可以看到它墨速 我從鏡子到一個後面有速度 我是可以知道它動能 那我就知道能量 我就知道這能量哪邊來的 這是電腦給它了 我就知道這電腦有多少電壓它 我就知道這個電 移過去它的動能會比較快 你看這個移過去 速度還是很慢 為什麼速度很慢 表示這個電腦很小 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從 同樣這個帶電的物體 被移動的很快 跟被移動的很慢 我來知道說這兩個電壓有多大 這是一種理解 可以理解嗎 不能理解 你才不能理解 就是你說一庫輪的電 然後它移動一段距離 然後產生一教的能量 則持電壓為一幅度 我們就說這移動距離的兩端 所帶有的這個電壓差 電位差 電壓差 電壓差 電壓差是一幅度 電壓差 我們這樣想像好了 你現在去旅行 太空旅行 旅行到某個地方去 A星球 你在A星球呢 從太空船上 下去的時候 你是輕飄飄一下 好啦 你就旅行到B星球去 你想說我剛在A星球上 心跳下去 你從這邊就 砰 就下去了 哪個重力重量比較大 B B的重量比較大 B的重量比較大 所以你從這邊所得到的 這高度都是H啊 對不對 高度H 為什麼在A星球 你得到的能量比較小 在B的星球 你得到的能量比較大 然後 電位差比較小 因為電位差不一樣 毛出去 你給我直接很出去 然後攝影師 這樣就破壞了 趕快出去 陳妍幫我趕一下 趕快幫忙 不用跑 他會 他會找地方煮巢 現在幫忙是很臭 幫忙是我煮巢的 他就找個洞都過進去了 他在 在幫忙是裡面 欸 可是他在幫忙 他在學班裡 他跑進去 超慢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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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如果頂挑的話 馬上不會打擾上 對啦 但是 我把他抓過來 那我這邊沒有門 你怎麼要去櫃子裡 然後下一個外面要走 不是啊 他裡面大便便 尿一下就很臭啦 而且大一下 他就覺得在這邊大 對對對 他就習慣了 不過要幫我殺毛布 嗯